雨淡狂轰乱炸 道路沿成一条小河 大量雨水顺着楼梯滑啦啦倾泻而下 宛如小型瀑布 新北瑞芳黄金博物馆园区内大雨宣泄不及 游客即使撑伞穿雨衣 但脚底已经全泡湿 行走在楼梯上更是险下还生 另外在台北西门町天空下起滂沱大雨 骑士友没拜呼啸而过 没想到人行道上 一颗超巨大的路数瞬间网路中央横倒 双载机车差一秒险遭重压 画面让人捏拔冷汗 就公尺路数连根拔起 纵杂停在路边的双门跑车 还好当时车内无人 不过受害车主到场 也被眼前一幕吓坏 很傻眼 因为都已经停在另外一边 才压到 对此公园处将进一步裁检树木 全然详细地倒塌原因 并启动保险理赔车损 而在桃园平正 只见国小前方车来车往 入口的便电箱瞬间爆炸 窜出浓浓黑烟 火花事件从空中炸向地面 路过人车惊吓奔逃 突如其来的轰然巨响 还让民众惊吓直呼 以为是有人在放烟火 爆炸意外仍带相关单位理清 好像是雨天惊魂 新北板桥民生路 人口盖狂冒水气 间歇性跳动 让目击民众惊呼 好担心下秒喷泉涌出 炸飞人口盖 受热带性滴气亚环流 以及低压带影响 全台各地都有短延时强降雨 恶劣的天气形态 恐怕24号清晨之后才会缓解 23号到周二的清晨凌晨 在桃园以北 宜兰花莲这几个地区 雨势上面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多 气象鼠预估23号整天 全台持续降雨 不过中南部雨势转为趋缓 等下周二抵押带逐渐远离 天气形态才会比较稳定 就王智人从中文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